大家好,现在我在南宁市房价最贵 也是富人最集中的一个片区,南宁凤岭片区 大家算一下,要奋斗多少年才能在这里买一套房子 这边的话目前是南宁最贵 就算现在在火热五山清区的话也没有这边这么贵啊,房价 市中心啊,江南啊,山师傅啊,三堂那边更不用说了 都没有这边这么贵啊 这边的话应该,均价的话应该在2万左右吧 反正真的都挺贵的 南宁现在各行业的话,平均也就比较普遍的工资应该是5千这样吧 也有比较高的,但是也是部分,少部分吧 上万的工资的话也有,但是也算比较少 大家自己算一下,在这里奋斗多少年才能在这边买一套房子 这边环境真的非常好 虽然以前都是荒山年岭,荒五年年,但是现在 它这个绿化,还有这个房子建的非常好,非常高吧 那在这个凤岭片区这边呢,现在真的是要高楼有高楼,要别墅有别墅 而且这个生活配套啊,商业配套都已经很神熟了 我想有个家,这首歌呢以前真的感动了无数人 那现在所有在南宁奋斗的人呢,最大的梦想的话就是想有个家 在南宁拥有自己的房子 那部分人的话也已经实现了 还有一部分人的话还没有实现 你看一下这个凤岭这边的别墅区真的很美 美得像这个人间天堂一样,这个环境啊 虽然农村现在很多房子,也是环境也是非常美 但是现在是城市,城市里面拥有别墅的话 真的不是一般人的都能够拥有的 都是富人啊,比较神工的人士才能拥有 因为城市的话都是寸土寸金的 能够建别墅的地块呢真的非常非常的少 现在这样看南宁的工资的话 真的比不像东部这些沿海的发达地区 但是现在这样看的话 其实在凤岭的话已经好多人都买到房子了 因为南宁毕竟是省会啊 很多广西的那种神工人士的话 好多都集中在了南宁 那各行各业的精英的话 对于他们来讲的话 买的话压力就不会很大 但像比较普通的人群的话 你一个月工资无论是物流行业啊 服务行业还是进厂啊 一般都是五六仙的话 要奋斗好多年啊 也不一定买到 除非家底比较好啊 或者是放夜神工那些人的 那这个片区的话 应该都是整个广西啊 富人啊精英啊 神工人士这一集中的一个地方了 那在南宁打工的话 真的比不上北山广深 那些大喜业很集中的地方啊 但是创业的话 以前的话还是有挺多人取得神工的 因为在南宁啊 创业的环境还是不错的 那在南宁创业比较多的外地人 应该是玉林人啊 湖南人啊 福建啊 浙江那边比较多啊 那本期视频的话就分享到这里了 再见